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由我们杨婷轩两个老师带来演讲 请掌声欢迎,谢谢 大家好 昨天,前天 有来参加我们1月1号圆游会的 有吗? 有,都有来参加哦,这么多人 开心吗? 热不热闹? 热闹哦 唱歌的时候有没有跟着一起跳舞一下 有哦 今天呢,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台湾的历史轨迹 我想在座的同心应该有很多都不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 这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以来接受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教育的关系 有很多的历史啊,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我从小到大 一直进到台湾民政府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有很多的历史都是错误的认知 我刚开始哦,是怎么进来台湾民政府的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被逼的 有吗? 没有哦,现场的都是自愿的哦 怎么这么聪明 我是被逼的 我是被我妈妈逼来的 我妈妈她刚开始是跟我讲说 我嫁妇阿姨跟我妈妈讲说 诶,那个台湾民政府啊 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我妈说没有,没有听过 什么台湾民政府 她说台湾哦,要变天啊你知不知道 然后我妈就说什么意思 她说台湾要换政府了 那有可能 有人这样跟你说你觉得有可能 我妈回来就跟我说 诶,隔壁的阿姨跟她讲说 台湾要换政府了 我说你让人骗啦 你着地让人骗啦 然后我妈就说 不过我刚刚听起来很震撼耶 你要不要去帮我听看看 听看看 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结果我们就去到州办公室 州办公室 然后他们就讲 大概讲一讲之后 我就说我讲真的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因为她说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什么意思 不知道 然后她说台湾要换政府了 什么意思 听不懂 法理 听不懂 我说太深奥了 听不懂 然后只知道 她不是一个政党 是一个政府 那意思是什么 然后后来我们隔壁的阿姨就 开始就说 叫我去胸口 叫我妈去胸口 我妈就说 你去上课啦 去上初级班高级班 你就会知道了 我就说 你应该是给人骗啦 然后我妈她就从早如到晚 你有空啦 拜托啦 你就去上啦 你去上了 然后回来再告诉我们 是真的还是假的 台湾民政府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 就幽好 我就想说 好啦 她就 早上也努 晚上睡也努 我就想说 好 那我去上课 我刚来到台湾民政府上初级班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嗯 我很认真听喔 然后我发现 她说的东西很特别 她讲的台湾的法理地位很特别 我认真的听完了之后 很单纯啦 我比较单纯 我也没有回去查网络资料 我就直接相信了 我直接相信了 她是真的 然后我就有一种热血澎湃的心情 我就去跟我朋友讲 跟我朋友分享 各位同心来到台湾民政府 有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你们听起来 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特别的 跟外面的人就不一样 有没有觉得自己 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就跟我朋友讲 说完了啊 隔天她就开电话給我 我说欸 听得怎么样 她说 我听一听 我感觉 我查了一个晚上的网络 我感觉 你好男朋友 我跟我妈讲 她跟我讲 可是真的是好朋友 她说 我知道你 我认识你 你就是单纯 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敢保证 你一定没有上网去查 对不对 我说你怎么知道啊 你是不是我给朋友 她知道我没有去查 然后她就说 那你知不知道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日本已经放弃 对台湾的权力请求权了 那怎么还可以说是日暑美战 她问完我这个问题 我就愣住了 因为我才刚上完初级班 所以我回答不出来 我不懂 我不懂 为什么 可是我只告诉她一句话 我说 嗯 不过我感觉 我比你更厉害 一点 因为啊 台湾民政府 成立 不是短短的时间 已经几年了 里面啊 有不少的博士硕士 老师律师 医生 学问都一定比我高很多 这些问题 有轮到我来查证吗 我说你问的问题啊 我敢保证里面一定有答案 我不要去查啊 问老师 就会有答案了 而且一定有证据 我说的对不对 所以 我就跟她讲说 我没查 可是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我不懂 可是我会再去上高级班 我上完高级班之后 我应该就会懂了 都在我们的新台湾论里面 所以后来啊 一直到现在 我走到现在 我发现这就是台湾人的一个实 我们这辈子有机会可以为台湾人 做一点点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 就是现在 所以今天呢 我要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历史轨迹 台湾的历史轨迹 它大概就会讲到说 我们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台湾的法理地位未定论 大家看到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 这里 台湾 但是台湾为什么是分成三块 在欧洲人啊 Formosa 大家有听过吗 对 它就是意思台湾的一个代名词的意思 是一个很美丽的岛屿 在13、14世纪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那时候 葡萄牙、西班牙 他们准备 环游、地球 然后航海 大航海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他们从日本 琉球 然后来到台湾的时候 发现 哇台湾 这个岛屿好美丽哦 可是那时候呢 航海的绘图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发达 所以当时他们把台湾最早的时候 他们是把台湾画成这样子 分开的 但是这是最早的台湾的地图 那大家知道最早活动于Formosa的外来的民族 是哪一个民族吗 猜猜看 猜猜看 西班牙 还有没有 西班牙还有没有 只有西班牙 最早 荷兰 还有吗 高沙 高沙就是 高沙平谱就是我们台湾原本居住的住民 那如果说最早活动于台湾的 外来的民族 西班牙 荷兰 葡萄牙 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学的历史 但是是谁呢 日本 有没有跟你学的不一样 十三十四世纪日本人已经在我们 Formosa这个岛屿在活动了 我们是日本人是一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 他们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往海外发展的时候 才离开台湾的 但是他很早很早就拥有台湾的主权 日本至少比中国提早了三百年以上 在台湾这一块领土活动跟居住 这都是有历史文献的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读的没有这一块 慢慢讲下去大家会发现 颠覆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历史 因为我们的历史是被捏造的 所以最早的时候 是日本人在Formosa活动哦 荷兰人 他是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 最早建构一些系统跟制度的 但是 连荷兰要到台湾活动 都必须经过谁的同意 都必须经过日本的同意哦 荷兰他要到台湾活动 Formosa活动的时候 他必须每年 向德川幕府进贡三万张录品 才可以获得日本的许可 好 让你来台湾活动 但是荷兰他为什么要来台湾 大家知道 那个欧洲最喜欢中国的什么东西 丝绸 瓷器 有没有 那个对中国啊来讲 瓷器啊他们都拿来什么 砰坛 随处可见 丝绸 做衣服 但是对欧洲人来讲 那个是非常珍贵的 他们的一些瓷器啊丝绸 他们都是供奉起来 像艺术品一样 所以最早期都是经由思路有没有 但是后来当大航海时代打开的时候 欧洲人他们看到这一块的利益 那个对他们来讲都等于黄金一样 这么的有价值 但是中国他这一块澳门啊厦门最早期 是不是葡萄牙西班牙打开的航海之路 所以这个地方都被他们占据了 但是荷兰后来兴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他们也想要分一杯羹 那分一杯羹他是不是要一个转运站 要转运站他就想哪里 他最早是锁定澎湖 他从澎湖的时候呢 他去那个地方 然后中国的那时候是大明国 大明国就想说 嗯不行澎湖离我太近了 所以他们有出兵攻打荷兰 把荷兰赶出去之后 那荷兰就想说 那接下来我还是要转运站啊 我要一个转运站连接中国日本 然后这个欧洲的一个联络大陆 那我找谁 FORMOSA 台湾 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利益 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利益 将台湾当做转运站 所以当时才进驻台湾的 所以在16、17世纪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奠定 在这一个区块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枢纽的地理位置 战略位置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当时 他们都还没有发现 台湾是一个包岛 台湾的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 他们不知道台湾原本本身 就很有经济价值 他们只知道说 台湾的地理位置 我可以利用来做转运站 连接道路 来做一个政治利益的转运站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封航海的时候 中国的汉民族 就是当时的大明国 他们还是属于一个 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也不知道如何绘制海图的一个状况 就是处于锁国政策 所以从这个时候 16、17世纪的时候 中国 它跟世界 就已经有很大的文化落差 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开始觉得 跟你学的历史 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啊 我们头脑要清楚 我们接下来所讲的 跟你原本的所学的不一样 你要思考 要颠覆 以后 看网路 看媒体 你就会知道 什么东西是真 什么东西是假 这是我们FOROMOSA 大概的政权一个转移的 一个系统状况 最早16、24年的时候 日本让与荷兰 16、1662年 荷兰让与郑成功 郑成功大家都知道嘛 再来 正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1945年4月1号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日本正式将台湾编入 不可分割之领土的国土一部分 然后45年的10月25日 英战败 日本战败 被中国人占领到现在 就是现在的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那大家知道 这一整块 谁曾经真正的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我们从荷兰看喜 好不好 大渡王国荷兰 他们拥有台湾哪一些区块 荷兰东印度公司 当时他想要将台湾作为 他的转运站 但是呢他真正有效控制的范围 大概就 这样而已 大家有去过鸿毛城吗 知道在哪里吗 鸿毛城 淡水 哦 红毛城在淡水 他就是那个当时的勒兰浙城 他们盖的那个地方 就是当时荷兰他暂时 占据台湾的时候 他所盖的一个军事的管理的那个基地 但是呢荷兰他从来 没有认真的开发过台湾 他们只当作台湾是一个利益的转运站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流血抗争 我们当时就叫红毛鬼啊 他们就是欺负台湾人 把台湾人当奴役 为他们工作 所以其实台湾啊一直以来 你看到后来你会觉得 台湾人真的很可怜 很可怜啊 因为啊一直以来他就是 被很多的殖民地 荷兰啊 郑成功 包括大清国 从来没有认真的看待过台湾 所以台湾的人 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奴役 一直到现在 很可怜 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真正的主权 郑成功呢 这是王朝实际占领的区域 又是哪里 大家看到红色的部分 有没有很小 所以我们学的呢 正式王朝 我们收复台湾 有吗 从来就只有这么一小块而已 他的区域就是只有这样 那当时郑成功为什么要来到台湾 大家知道吗 他的原因又是什么 为什么要赶走荷兰人 他不是要救台湾人呢 因为他要以台湾作为基地 反清复明 反清复明 有没有 读过的历史有没有 这就是当时 他想要有一个基地 然后可以反抗大清国 才进来台湾的 所以他拥有的区块 也就只有这样子 接下来 正式王朝 被大清国收复之后 大清国拥有台湾 有多久 大家知道大清国占据台湾多久吗 不知道 一百多 212年 对 很久 212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换了一两代两三代都有 可是 我们的大清国 那时候 他拥有台湾 又是哪个区块 大家有看过这张图吗 有 是不是 这是台湾 为什么只有一半 为什么只有一半 大清国占领台湾的时候啊 他对台湾的领土有效管辖 不给予Formosa的全岛 仅限于六个汉人屯肯区 他也就只有拥有一半的台湾 而且两百多年喔 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东半部都没有 大家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吗 有看过吗 那他们是不是很英勇 很凶悍啊 包括那时候一直从荷兰 然后甚至到 那个郑成功 大清国 进入我的猎场 我们就 砍头 所以在这个区块 他也从来一直没有进入过 台湾的东半部 而且不要说他进不去 他也懒得进去 大家知道大清国占据台湾 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吗 每一个殖民者都有原因 包括他也有 大清国所认知的台湾 当时啊 是因为反清复明 所以他一定要打正成功嘛 对不对 打了正成功之后呢 他感觉 台湾 仅仅就是一个 弹丸之地 有也好 没也好 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 对当时的大清国的皇帝来讲 他感觉是一个麻烦 你今天要开发一个地方 要不要花钱 要不要花人力 物力 资源 不可以尴尬啊 很麻烦耶 他只觉得说 他觉得离我的大清国很远 那我要花人力物力 去来管理台湾 他感觉很麻烦耶 所以他这个时候 当时的师郎 就跟他建议 他说这样好了 你呀怕台湾 再被人家拿来做 反清复明的基地 那你不要不管他 你把他收复起来 但是收复起来 我们不要花钱 不要什么都不要 我们用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来控管台湾就好了 他给他的建议 班兵制度 文武官员 下面意思 文官五官采用班兵制度 我们先讲文官啊 以桃园县来讲好了 桃园县长 今天来这边就任 他要不要了解 桃园县有多少的人口 要不要了解 跟里长互动一下 这家人做什么 那家人做什么 然后要怎么建设桃园 来不 那他们大清国来到台湾 当官的时候 要不要了解台湾 他只给他三年 三年的时间 你就一定要回到中国 为什么 他怕那边的人 来到台湾之后 跟台湾的人集结起来 反清 所以他把他的家眷 押在大清国 把官的家眷押在大清国 然后派你来台湾当官 那当官 我们一去一回 要不要靠掉半年 两年半 给你一年熟悉台湾 够长了吧 那你剩下多久可以做事 几年 一年左右 没有 然后你就得走了 请问 会好好做事吗 没 时间太短了嘛 那这时候他要干嘛 我就 极尽所能就贪污吧 反正台湾是个宝岛 台湾人都很有钱 物产丰饶 人口又少 资源又多 我能贪就贪吧 没差啊 反正我就一定得走啦 而且我走了之后 回到大清国 我就升官啊 这就是当时他们的文官 武官呢 武官他也是用班兵制度 也是三年 那他找谁 我不想要派人力来台湾 我不想要开发台湾 那我派谁来台湾馆 他号召无业游民 号召当时大清国的无业游民 没工作 要做兵吗 让你钱 让你饭 去台湾 就这样 所以会造成什么 很可怕 贪污腐败 军纪败坏 两百多年这么长的时间 台湾一直以来 都是落后的 因为 台湾不足成 也是他们当初的制度 不足成是什么意思 他们没有要在台湾做任何的建设 你盖 在桃园 你也要盖个县政府吧 干嘛 办公的地方要不要县政府 要不要组成 他都没有 当时的大清国 都不要 所以台湾不组成 也没有盖任何的城堡堡垒 一切就这样可以管两百多年 所以造成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两百多年 这就是台湾当时社会一直动乱的状况 所以我们一直一直到日本 日治时期的时候 台湾才开始有建设 这跟我们学的历史有没有不一样了 是不是不一样 这就是当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台湾人很天真 什么叫回归祖国 这就是所谓的祖国 祖国 因为他大清国从来 没有好好的要管理过台湾 而为的祖国 所以这一点的历史上 我们一定要认知清楚 当时他对台湾所做的事情 然后造成到后来 是什么样的状况 大清帝国1887年 才完成台湾的建设 200多年了 一直到204年的时候 才考虑要将台湾宣布 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可是这个啊 纳入大清帝国版图 它拥有的是哪一块 六个汉人屯肯区 佛罗莫萨的西半部而已 也没有拥有过完整的台湾主权 所以台湾从来 没有完整的属于过中国过 这样大家了解吗 那我们又有什么有被改变的地方 我们台湾是不是有被冲击的文化 这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一些事情 我们最早最早 贫朴族 贫朴族跟高沙族 拥有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统治 有重点 当时啊 他每一个社间啊 有相当的差异 但是啊 每一个社每一个社之间 他们都是女性 为中心 我们是不是 上一堂我们有上过 颁奖师的课 他是不是有说到 牵手 牵手是 牵来做 有没有 当时的是母系社会 但是呢 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 没有文字 没有书 只有代代相传 灵魂不灭 所以当外来的民族 荷兰 正成功也好 大清国 他们有文字有书 有制度 很快就可以欺负台湾人 因为我们没有嘛 我们没有字没有书 我们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很快很容易就会被 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 被他们的文化所影响 塞德克巴莱里面 是不是 你看这个图 他就跟小孩子讲 哦 我们的勇士的传说 哦 我们是怎么射太阳 什么什么 这就是 当时的一个文化 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 文面 你裂了头之后 就可以变大人了 就可以拥有文面 这是当时我们的一个 高沙族平埔族的一个 原本的文化 那还被冲击了什么 外来 荷兰有没有冲击到我们的文化 台湾现在的文化很特别 因为有东方西方 所以我们的文化整个冲击下来 当时呢 荷兰它有一个统治的重点 荷兰当时我是不是有讲 我们只要做转运战 那做转运战 我们是不是 没有要好好的统治台湾 所以荷兰当时啊 它只有一个重点而已 就是要将台湾的一些高沙族 统治为基督徒 我们现在的高沙住民 是不是有很多都是信基督教 这个跟当时的这个文化的洗礼 也是有很重大的关系 所以台湾的文化 真正台湾的文化 现在其实是有东西方合并的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被殖民的文化的关系 接下来大家会讲 二月份要干嘛 是不是要买过年啊 啊过年 可能是我们台湾的文化 可能是喔 可能是 应该是 大家会觉得应该是 是不是 不是呢 在大清国统治台湾 是不是212年的期间 我们被冲击了什么 中国的文化 包括什么 过年 中秋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七夕 元宵 那都不是我们台湾人的文化喔 我们最早最早的文化就是我刚刚 大家看到的那 代代相传灵魂不灭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要清楚 台湾人真正的源头是什么 我们是怎样被洗礼到成现在的文化 这都是我们 在这69年来 读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历史书的时候 所没有学到的东西 我们 是本土台湾人 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都学什么 康熙乾隆 慈禧秘生活 都学这些东西 可是台湾人的东西 有没有讲得很少 是不是讲得很少 所以我们自己要很清楚 台湾人 一直以来真正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原本的传统是什么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 原本拥有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被洗礼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现在也有我们自己很厉害的地方啊 我记得那个乍寒丹也 那个是台 台东嘛 对不对 那个在国际间 现在也是很厉害的 一个文化 我们经过这样几百年 东西方的洗礼之后 我们台湾现在拥有的文化 我们就属于我们台湾的文化 像这样子集体潜意识造成的文化约制 它其实就是长期以来 形成了一整个世纪的魔咒 包括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很多的东西 还有台湾的法理地位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是什么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 条约吗 马关条约 日称下关条约 这是重点 在1895年的时候 大清皇帝正式将台湾 永久歌让给日本天皇 永久歌让给日本天皇 就是这一条 造就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 大家看到大清国 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陛下 皇帝跟皇帝签的条约 这两张叫做什么 大家知道吗 这叫做土地权状 土地权状这样了解吗 台湾的土地权状到现在 因为在1895年的时候 歌让给日本天皇 到现在为止 这之后都还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再将台湾歌让出去 这一个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那了解吗 所以1895年 将台湾歌让给日本天皇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 对台湾经济奇迹很重要的时期 日治时期 我们日治时期分了三个阶段 我们最早的时候啊 前期的五官总督后藤新平 后藤新平他有功也有过 因为他刚开始是怎么统治台湾 刚开始进来嘛 他发现台湾是一个很可怕 那家可怕 好像没有被开发 落后贫穷 就是大家衣服啊乱七八糟 虽然物产丰饶很资源丰富 但是好像都没有真正的被开发过 然后祸乱 卫生什么都非常的糟 所以他刚开始一进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日本兵啊 死了好几千人 都是因为卫生的问题 所以他刚开始用很强烈的殖民主义 你们台湾民政府啊都说日本人啊 对台湾啊很好 可是在我的记忆当中 怎么好像 应该有抗日嘛 对不对 是因为他有分前期跟中后期 在前期的时候 大约二十几年的时间 因为这样子的管理 他一定就是会有抗日的行为 没办法 我们台湾民族的一个 革命习惯了啦 两百多年来是不是革命 大清国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习惯对抗外来的民族 再加上他要控管台湾的时候刚开始 是不是大清国只有拥有台湾西半部 那日本他进来的时候发现 你把台湾割给我 可是怎么只有西半部 有被你们统治过啊 东半部怎么办 他要建构台湾完整的主权的时候 台湾的东半部他要怎么办 日本就去问 依照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你的门美国他们 那台湾东半部怎么办 没被开发耶 美国就跟他说 你要依照 就像我们统治印第安人一样 武力征服 因为他是一个部落嘛 不是侵略 因为你必须武力征服之后 你才有办法有效有制度的 落实于整个台湾的主权 所以才会有我们之后 补丹社事件啊 物社事件有没有 这就是前期的时候 但是后腾新平他做了很多的功劳 大家有没有办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有 还没办的举手 申请了没 申请了 赶快申请嘿 那有办的就知道去申请民政府身份证 他会叫你去申请什么 日制时期的户籍腾本 对不对 为什么是日制时期 为什么不是大清国时期 没有想过 为什么 要确认台湾人对不对 为什么是追溯到日制时期而已 大清没有对不对 因为从来没有完整的统治过台湾对不对 所以户口普查 在后腾新平的这个时期 他把你家家户户 你一间家 整个婴子 整个人 他都调查的很清楚 完整的建构台湾的所有的人跟主权 在这个时期才建立的 户口普查 他还做了什么 科学 农业 卫生 教育 交通 警察 这么多的发展 而且我刚讲到的卫生 所以他造就了很多的医生 当时 因为台湾的卫生真的很糟糕 霍乱 这么脏 这么长久以来 整个台湾的环境 然后建设都非常糟 在大清国 台湾不足成 也没有任何的建设 全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200多年比不上日制时期 50年 到了1904年的时候 台湾的财政可以完全自主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代表 荷兰 郑成功 大清国 他们一直以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要在台湾发展 没有人愿意投入资金 日本他刚开始投资台湾的时候 他也要花很多钱 要建设嘛 铁路嘛 所以他将台湾还好 台湾就是物产丰饶啊 一年三收 还好他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一直到1904年的时候 台湾已经可以自己养自己了 自己的手机是自己的 然后一些公共建设 甚至比日本的内地都还要先进 台北的下水道的覆盖率 是当时亚洲的第一名 第一哦 那我们到中后期呢 中后期的时候 我们是田建智郎 那时候换文官统治 文官统治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跟当时的首相袁进 诶 我感觉台湾不错哦 是一个宝岛 那要把他收纳为自己的国土好吗 那不好 可是收纳为自己的国土的时候 他必须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要事先做一些功课 他必须文化 皇民化政策 我们老一辈是不是有学RUAL 对不对 他必须依照他的条件 然后要纳入为自己的国土的时候 他就必须做一些政策 一视同仁同化政策 让台湾人跟日本人一样效忠天皇 日台共学制度 台日通婚 包括那个时候 还有对台湾一个很重大 很有贡献的一个伟人 八田羽衣 大家知道八田羽衣吗 有一些人都知道 认识 他算是因为他 台湾才会有现在这样 鱼米之乡 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子 做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日本到台湾 这样下来规划成为日本的国土 这个八田羽衣 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这个同化政策 然后 涵养 对国家义务观念 这就是我们 后来的文化 跟五官统治时期 是不太一样的 整个皇民化的运动 八田羽衣他做了什么 哦 迦南大郡 乌山头水库 这个就是在乌山头水库 他的那个雕像 听说很美 可以去玩 这就是 这在台湾啊 感谢他造就了台湾的鱼米之乡 当时啊 这个八田羽衣他设计了 迦南大郡 下水道工程 高雄港兴建 日月潭 桃园大郡 大甲西 都是日治时期 台湾现代化的 重要的土木工程 而且他这个乌山头的水库 是当时什么 世界第三大的水库哦 有没有觉得台湾很厉害 现在有感觉吗 嗯 啊 很厉害 这么厉害的事情啊 我们学的历史里面 有没有去强调 有没有去讲啊 都没有对不对 为什么要抹灭台湾人 奔赌台湾人的历史 不想让我们知道啊 日本到底对我们做了多大的贡献 所以像这个东西都是我们 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要去了解的 要去知道的 真正对台湾人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的是谁 而且当时在这个日治时期 他还做了很多的 重贯铁路 贯穿南北的重贯铁路 机场 港口 电力 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 资讯传播 就是连媒体都建构了 这是很厉害的 一根那个条啊有没有 然后上面有那个广播器有没有 然后放音乐啊 然后广播啊 最早期的资讯传播网 广播网 然后教大家日语 这就是奠定我们后来亚洲四小龙 台湾经济奇迹 大家知道 台湾的建设蓝图 十年二十年 日本他当时画的建设蓝图是几年 他们没有在十年二十年的呢 一画就是一百年 一个建设蓝图都是百年起跳的 所以台湾到现在 很多的建设都在沿用 当时日治时期留下来的蓝图 到现在都还在用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的发展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有时候读到这里我都会想说 我那时候没有被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中国统治啊 我们到现在台湾不会 只有现在这样的发展 应该会很强盛 以台湾的天然的有效资源来讲 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又是鱼米之香 那我们到现在的发展应该不是这样 那个马路每天在挖 没有钱就去挖 有没有 哎呀不一样耶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们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还没有建立哦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哦 台湾就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一百年 有一百年的差距 这是很可怕的 那造成什么 造成了我们后来的228 因为文化落差 才会造成了后来的屠杀事件 当时他们建立了什么 司法机关警察系统 护政制度 金融财政体系 这也是稳定台湾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让你的物价不要通膨 台湾人吃得饱穿得暖 每个人有衣服穿有疏 所以金融财政体系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有平均 当时平均有舞台电话 中国到42年后才达到标准 我们是先进的国家了 要被落后的国家统治 才会造成很可怕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他们在干嘛 读书 贵者有没有很有那个武士精神 我们现在的学生 坐着都没法度了 对呀 坐着上课都要睡了 我待会给大家下课 动一动 所以这就是当时教育啊 所以我们后来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接管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治安超乎想像哦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 有漂亮吗 头发整齐有漂亮吗 大家看到下面这个咧 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穿鞋子 这张图我也看到的时候他跟我说 诶 他都有鞋子充钱 我那当时没有鞋子充钱了 我说你那当时是 他说他那当时是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统治的时候 有没有 日治时期有鞋子可以穿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统治的时候 没有鞋子可以穿 那有差吗 这张图 每个都很开心有没有 这个是当时在台湾成立第一所 就是高雄台湾人可以自己完全就读的一所小学 然后这个是台湾的学生打赢日本的棒球队 所合影留念的 但是看到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 层层坡很多人都知道他 艺术家日本地展入选的 那个跟这个都代表什么 当时台湾的经济繁荣 如果啊今天你吃不饭 穿不热 你有时间去打球有没有 有时间有的 这就是因为当时日治时期 他已经建构了完整的制度 大家吃的饱穿的暖 生活的开心 才会发展这些文化 大清国200多年有没有 所有的医生律师经营人才 都是在这个时期培养起来的 因为在台湾建构了完整的制度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东西就是 两个图有差不 1895年大清国统治下的台湾 我们日治时期市区后改正的宽敞道路 这样有没有差别 200多年 50年 这就是重点 那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上个厕所 动不动 我们再回来好不好 好下课